国阵在大港与刮拉江沙双补选大获全胜 国阵策略通讯主任阿都拉曼达兰表示 补选成绩显示 人民和在野党支持者 已经完全拒绝了前首相敦马哈迪 达兰今天透过文告 也于在补选后一直保持沉默的敦马说 补选成绩是敦马的终极败战 说他尽管能够扭曲事实 却无法扭转民意 双补选成绩不只是显示 马哈迪的反纳级运动已经彻底失败 在野党闹分裂支离破碎 完全无法治理政府 当然说马哈迪背叛了那些 曾经忠实和信任他的国阵支持者 一手摧毁了他自己的遗产令人难过 他因此敦促敦马接受补选成绩 最好是安静地退休 不要再自取其辱